恭喜今天最美的戴一嫁新娘 今天出嫁啦 綜藝天王吳宗憲大女兒吳申如 在今天跟交往五年的室內 設計師未婚夫結婚啦 在現在的一個最新現場 他出面來來接受媒體訪問 我們看看最新現場 好 畫面上你看到的就是 Sandy吳申如跟她的爸爸吳宗憲 今天最美新娘出面來 來給各位媒體採訪 注意她的婚紗 有250公分的裙擺 當時她還笑說 可能要跟金中介紅毯了 來看看最新現場喔 謝謝你們今天趕來我的婚禮 辛苦你們了 辛苦你們了 現在知道她有多不好駕馭了吧 這完全沒有在我的腳本裡面 對 但是她很期待也很興奮 所以就今天特別拿她的卡拉 霧天蕾出來想要跟大家分享 這樣子 Sandy昨天睡得好嗎 昨天睡得還不錯耶 其實反而沒有什麼緊張的感覺 我覺得可能就是 東西都已經settle好 預備好了 然後我反而還蠻平靜的 然後就跟伴娘們一起 就是聊聊天啊 敷個面膜啊 然後還蠻輕鬆的 今天一整天也都沒有緊張 這樣子 今天贏曲有落淚嗎 今天贏曲有落淚嗎 我嗎 不是 你 我啊 有有有 其實有犯淚 對然後就是一直在想說 不要情緒太激動 然後希望可以好好的穩穩的 所以今天沒有到爆哭 但是就是有微微的落淚這樣子 然後爸爸的話應該算是 硬硬硬硬住了 還OK 你可以分享一下 請問你當時的心情怎麼樣 嫁女兒的心情 這個 剛好在幾個月之內 然後就嫁了兩個女兒 所以前面有一點彩排了 後面就心情好一點 不過養兒方之父母恩 聽到女兒在敘述當中的點點滴滴 還是忍不住 失了眼眶 然後剛好Sandy結婚的這一天 阿公阿嬤他們都沒有辦法來參加 在家裡 阿公最近因為身體的一個問題 剛剛參加那個馬拉松比賽 一個人跑四十幾公里很辛苦 沒有啦 他現在在家裡休息啦 因為最近這個 終究是高齡了 八十八九歲 阿嬤也九十歲了 也帶上很多的一個祝福 所以太開心了 你是我這一輩子看過最漂亮的新娘 這是真心話 對啊 所以那個王陽開先生 我很滿意這個女婿 基督徒 然後個性又非常的溫和 可能跟我相處的時候是這樣 然後打籃球毫不客氣的 直接直接灌我的懶 唉 因為要灌我的懶 只要站好就可以灌我的懶 不然他個子又高 然後 性格很好 兩個人之間啊 點點滴滴 我一路參與到底 爸爸說過 生養交陪 女兒結婚 就是爸爸在賠的部分了 賠錢的部分了 不 陪伴的部分 你可以先進去就座嗎 我剛剛在裡面看了這個直播 然後就是現場的 剛剛有來了好多來賓 然後我都覺得非常的感謝 就是 每一位來都在細細的數算 當年 這裡也有在卡 我說每一位來他們都在細細的數算 當年他們結婚的時候 憲哥包給他們多少 然後我想說 哇 怎麼會這麼客氣這樣子 其實主要是希望大家可以來這邊玩得開心 那如果真的有祝福 我們當然也是 就是非常的感謝這樣子 對 這個我要稍微補充一下 因為其實原來它是非常低調的 那我們圈內幾位大佬 我要特別打電話 小燕姐 飛哥 瓜哥 都是我們的長輩 但是呢 因為疫情期間 我們就不麻煩大家 因為還要來 人家給你最大的祝福 你不能讓他們置身於危險當中 所以我們這一次的防疫 還是要做得特別好一點 除了這比較空曠的區塊 我們摘口罩 其他我們還是都要帶好 好不好 然後也謝謝 得到這麼多人的一個祝福 剛剛那個 那個艾爾利集團的那個執行長 我 哇靠 奶包 我剛剛特別算了一下 蛤 不要再說了 實在是很棒啊 謝謝 好 來看到的是在今天藝人 吳神儒 也就是吳宗憲的大女兒 出嫁了 吳神儒他講說今天其實心情滿平靜的 沒有緊張 但感覺像好像爸爸反而比較緊張一些些了 在今天呢 被大家譽為是世紀大婚禮 當然也是祝他們永遠幸福美滿啦 他們就不是一個一般的